快点快点我认输 你没有发达 感觉你发呆 一片可爱 拍着拍着拼了命 就这么没出息 你就会临重的 每日每天 有special的地方必定人满为患 台湾第一小鲜肉团体special 定着艳阳现身台北西门町 团圆们脸上布满汉珠大展示杯秀 只为和粉丝们一同对抗 夏日闹人的斗洞 皮肤白皙搅好的伊恩却铺亮 自己也有满脸痘痘的时候 红震也在这天和众多粉丝 一同庆祝自己的26岁生日 不过日前团圆伟禁 玩具粉丝合照被酸 因而在个人网站 标骂脏话一事 红震发文力挺 但文章却有不雅藏头师 针对此事 红震语带严肃地表示 我是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分享 关于自己的近况 以及提醒大家 要尊重隐私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不晓得 为什么有少数的人 只对于那五个字 有着浓厚的兴趣 那有小粉丝 也在我的社群网站下面留言 写一些关于 对于台湾的媒体 还有记者的一些不满 我在这里呢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记者们说声 对不起 你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不是每一位记者 都需要利用这么 聪动的标题 来刺激点击率 这样子一竿子打翻一艘船的人 这种行为的确是不对的 那同时呢 我也很体谅未经报导 未经证实就报导这件事情 因为当我被报导了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 我也没有发过奖状给任何一个人 YESOLUTION中心特别报导